大家好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天氣有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如果看回雷達圖像就可以見到 其實在珠江口附近已經有些比較強的雷雨區 正在捱過來 這裡也提醒大家今天出門的時候 就一定要帶傘 接著我們可以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今天就會大智多雲 有宅雨和有幾陣的雷暴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1度 風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天氣為何會變為有下雨 我們可以看看衛星圖像 我們看到廣東沿岸地區和南海基本上雲層都是比較多 代表這一區的水氣都是比較充足 如果再仔細一點看 其實我們預料未來這兩三天 我們都會受到低壓潮的影響 所以沿岸地區都會有些雷雨 所以展望我方面 我們預測接著那兩三天天氣都不穩定 偶爾會有些趙雨和有些狂風雷暴 提醒大家這幾天都一定要帶傘才出門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 兒族吧 郭榮 來到